好 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3月27号到4月7号 这段期间到大陆去祭祖 并且率领青年学子跟大陆学生来交流 预计会到南京 武汉 长沙 重庆 还有上海等等的城市 我们来看一下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就说 在两岸兵凶站围的此刻 马英九这个历史性的访问 可以说是两岸和平的及时语 而且他也特别提到了 当然用膝盖想也知道 民进党一定会开始铺天盖地的抹红 不过他也非常诚恳地建议副总统赖清德 既然你把和平保台当作自己参选总统的政界 那么就不妨开放胸襟 好 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 此举超赞 两岸和平经济起飞 希望能够有沟通来取代对立 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好 不过呢 这个马前总统此行到对岸去 为了避免美中台敏感 而且错综复杂的政治效应 因此确定他此行不会跟习近平举行 所谓的马习二会 好 接下来还要来看到的是 前副总统吕秀莲 发起了民间国师会议系列活动 希望提出未来国家政策方针的建议 针对了行政院长陈建仁怒斥 立委高精素媒不要再讲什么以美论 好 吕秀莲他不认为这是一个议题 他说呢 我们很感谢美国的支持 但是作为民主国家 当美国立场跟国家利益相左的时候 也应该代表人民向美方表达一点意见 但是他说这个不叫做以美论 而是主权的平等独立 谁发明认知论我不知道啊 可是即使没有这个名词 以前人跟人的关系 或者是国跟国的关系 本来都要存有一点点保留 那我不认为这个以美论 应该是一个issue 我们很感谢美国的支持 但是呢 也不如 作为民主国家 很多事情国家的利益 如果有所不同的时候 那互相协调也可以 所以我想说不要用疑啦 这负面的直播 所以我在我推动的运动里面 我们余律说不做负面的言行 大家往正面去看 我们感谢美国的支持 但是时候美国的立场 跟我们的国家利益 如果有相左的时候 作为主权国家 我们也应该代表国家跟人民 跟美国表达一点意见 这不叫以美论 这个主权平等独立 海荒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秘制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